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花匠 我们今天来聊的是白掌 好多花友呢说我在养白掌的途中呢 容易出现黄叶 养白掌呢一般黄叶呢是缺水 或者是阳光暴晒造成的 可是还有一些花友告诉我 我水肥得当 我也不太阳晒 可是呢还是容易出现黄叶 这是啥原因造成呢 白掌呢属于半阴植物 但是呢不代表它不需要阳光 我们如果发现它的植株瘦小 叶片小而黄 这呢是因为光照不足云起的 还有些花友呢会发现 我的白掌变绿掌 这是怎样造成的 因为呢阳光充足的话 叶片经过光合作用 可以提供它开花所需要的养分 如果阳光过弱 叶片提供不了花瓣所需要的养分 花瓣呢只有自足自挤 它叶片会形成叶绿素 这也是红掌白掌等植物 常出现的泛绿现象 如果白掌长得植株瘦小 或者花瓣出现泛绿现象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明亮通风的地方 或者是散光底下 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呢 可以使它的叶片油黄变绿 使它的花瓣呢退去绿色 变得雪白 如果你对养花有什么疑问 可下方留言 我们将整理成视频或者文档 供您参考 我是小花瓣 拜拜